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10KTF的中文不论1P Podcast 最新的一期 然后不是投资建议 然后还有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加关注 对 就是订阅 然后加入我们的那个小社群 Discord都就放在底下了 然后对那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今天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主要今天就是更新一下一些10KTF的东西 因为10KTF最近长得非常多 对 然后以后也看到很多小伙伴就是在问我们说 是该边就进了或者怎么样 能不能做一个新的影片 或者是能不能做一期影片 就是我们很想说 就是其实我们1月的时候就做影片了 对 所以如果还没看那期的人 可以先去看一下那是我们的第三期 然后当然中间还有两到三期都有 都有讲到10KTF的更新 然后对 然后今天我们就是打算来做一个小整洁 就会至少发生到现在的事情 对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更新 比如说Nike的 对 Artifact 开箱了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我忘记我想说啥 但是待会想到再说吧 对 好 那我们要开始的一件事 对 The other side The other side 对 对 对 那我们今天想讲的呢 其实主要就是最新的剧情发展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如果在我们群里面都知道 10KTF在4月21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大的announcement 对 我们都很期待 我哥以为有一个非常大的 对 对 然后大家也都非常期待 导致它的价格上升得非常非常的快 现在Flow快多少 你看到 现在应该是0.9 那0.9也不低了 21号那天的时候涨到了1 我们也是很高兴这件事情发生了 终于 对 但是我们当然是再更看好 一定会再更高 只是现在就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方 对 对 那然后21的时候呢 当天其实项目方举办的一个 Twitch的一个直播 然后如果大家有想看一下那个影片的话呢 其实这里有一个我们有一个community member 对 他有去录屏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Twitter呢放在底下 然后这基本上就是在那个Twitch上面的那个我们的一个创始人 其中一个创始人Figgy呢去解答了一些我们的一个问题 然后影片里面大致上其他里面有很多details 然后如果想去吧的人可以自己去就是研究一下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10KGF它其实是它对细节的处理非常的好 然后也是有很多那种小hint 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呢 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多多去看 但影片基本上在讲什么呢 其实它在讲的就是怎么样可以去创造一个非常immersive 就是说immersive中文是啥 就沉浸式的沉浸式的一个web 3.0的这种互动体验 然后其实当天我觉得如果当时有在跟我们一起在discord里面直播的人也都感觉到的那种沉浸式的体验 对我们当时我们大家的心情和我们大家的神态都随着那个 气货都非常的高 对那影片里面的基本上Figgy就是先讲了一下关于我们那个ntd token的drop 应该是很快就会推出了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后面就讲到游戏的东西 然后但最后看到影片的最后呢影片就终止了 我们就被rug了Figgy就跑了那跑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东京大战其实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的已经打响了 因为一场在叫什么铲除还是青蛙都一样 就叫呱呱吧呱呱跟我们知道的GutterGames和老 还有WolfGames这三个大的帮派呢在new就是我们的新东京里面已经打起来了 已经对已经打起来了 那整个过程呢我们就我们这个好朋友呢 他也做了就把所有的影片都放在集结在一起 整理出一个两分钟多的影片 然后我们就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们两个也都还没有特别仔细的看过 所以也是在这里跟大家就是一起直播的看一下 其实看到他那个细节做的非常的好 就是 这就是蝉土了那个Boss Tolls他们那边的阵营 然后大家也知道Boss Tolls一直都是天就是WolfGames的一个 大反派的大Boss 对就是一个敌队 然后大家也看到就是电就在右边 然后这个呢就是出场的新的角色 对就是GutterGames 然后大家看到两个帮派已经剑马弩让想打起来了 然后对的居然还有一个第三方 对 每个帮派成员都很多 对就是说实话如果是你的话 这真的做出一个游戏你会想到在哪一边 你会在哪一个方派 那绝对是猫啊 嗯 猫帅 对 我今天带的也是猫的那个帽子 我也是穿猫的那边 但是我真的觉得Tolls挺可爱的 只是这个漫画里面画的就挺臭的 Yeah 但是感觉猫和狼的存在感在里边比较低 低了一点 对 因为毕竟Boss Toll是第一个出现的角色 好 然后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了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带火的一个剑 就这么的 对无意的 无意间的打进了我们主角小老头的店里面 然后老头的店就被炸了 被燃烧了 对对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他那个桌子吗 对 前台那个桌 没错 好的 那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就是一个非常短的两分钟的影片 然后 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团队的细节处理上 对但最主要他的细节还体验他在他的discord里面 我们当时 因为太激动了 没有人截图 没有人 对 也忘记录屏了 因为当时我们其实在discord直播的整个体验 对 那个不能 那个没录下来 对 对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其实当时discord呢 他们沉浸式的体验呢 就是大家可以大家当时如果在场的话就是discord的每一个每一个小的房间都出现了小火标对就是火的那个火焰那个东西然后呢结果一个一个就开始消失了对对所以就是说团队呢一个一个把那个一个就把每个channel的都隐藏起来让我们这些观众呢就是体验一种就是商店真的被烧毁的感觉然后当时烧到了只剩下就是我们这些观众呢就是体验一种就是商店真的被烧毁的感觉 就是整个discord里面只剩下general chat对然后其他东西都没了 呃这个呢我觉得是在其他的项目里面体验不到的一个感觉然后如果就是在看这个影片的朋友当时在直播的可以也可以在留言下方就是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当时当天的感受 因为我觉得当时的感受真的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然后这个呢也是在这就是他Figgy在这三个影片里面呃在这六分多钟就是他们这个twitch的直播里面呃呃体现出来的呃呃就是说他们想创造一个沉寂式的体验他当时里面也举例一些东西啊就是我们有看到啊sims就是那个模拟最早的那个模拟人生对模拟人生这种游戏然后或者是像world of worldcraft这种 就是线上这种游戏怎么样才算是一个metaverse对吧那怎样才能算是一个metaverse的一个互动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体验所以他们呃呃呃然后也说了一个非常我觉得讲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嗯整个NFT里面呢最大最大的一个事件呢基本上就是呃呃BAYC喝下了M3药水哦对这件事对吧那大家知道就是BAYC喝M3药水的这个界面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简易的就是单纯的一个 一个你就看到你的一个猴子跟你选择一个药水对Connect wallet然后你就点一下drinkme然后就这么的出现了但是一个这么简单的界面呢居然能够造起呃如此大的轰弄那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因为他背后的故事他背后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件对所以我呃10ktf呢他主要就是真的想要呃非常非常的focus在这个点上就是他们的故事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就是非常用心的去做这整件事情对然后呃呃不管是在任何东西上面就是不管是这个 这个直播呃营造了这个整个我这个直播范围做的真的非常好非常的好我们不管怎么样啊大家可能会说感觉被骗了对而且大家会觉得哦这种东西怎么了那别人也能做出来但没有一个项目做出来没有一个项目去做这件事这东西确实你弄那些火焰和很很简单的东西但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团队的人员别的团队的人员去想到这个事情没有说小踏实地就是真的去做对真的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好的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当时10ktf现在10ktf的呃呃 网站是长这样子大家也看到网站已经更新了冒烟了在10ktf这边呢开始冒烟了这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电烧了嘛对对烧了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点进back alley啊呃呃故事线也更新了呃我们的这个女主角WenMu呢你看大家看到这里摆了非常多的这个呃呃道具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电烧了之后呢呃他们去店里面营救了这些这些这些道具然后把它把它救了出来然后也看到Walk Me Sun就是我们的笑头非常非常的伤心啊 啊坐在对坐在坐在他的这个illegal goods旁边啊definitely legal goods就是其实当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是在他21号用的标语里面啊他当时说的呃Figgy will definitely就是一定会解答我们所有的问题其实当时就已经有点猫腻了就是大概知道哦他不会讲也而且他当时discord一直出那个问题我们当时觉得有可能是真的是真的有可能替所有出问题但老发老频发频发的我们就觉得有种不祥的预感对对对对对然后没了然后在在在 在21号前一天呢又又又又又又有一个announcement然后里面就讲到burn这件事情啊对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他不管是整个故事线啊或者是在discord里面的呃用词上啊都非常的好对然后我觉得非常值得看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会去问为什么这次突然在twitch上面直播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哦耶因为twitch这个平台主要它是一个以游戏为主的一个大家就主很多主播在上面去直播然后很多会吸引到很多游戏观点对对对对这点也是一个 其中之一的一个点为什么不想推上直播吧然后还有就是呃另外一个点呢其实就是就是说如果这整件事情单纯只发生在discord上面的话其实它的互动性其实并没有那么强对吧那么我们大家想啊就是他当时呃也是我觉得应该也是恰好借由the other side的这个这个这个新闻啊让大家特别去关注10kdf21号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用了一个twitch直播让大家到了另外一个平台上面呢去看这个直播 然后为什么做这个announcement就是也是为了吸引大家的眼就是让大家去参与然后参与到twitch一半twitch突然中止了对吧嗯它突然跑了跑了之后呢大家不知道在干嘛对吧就只能东看新看结果回到了discorddiscord开始烧然后discord烧的同时呢大家也去找了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它的官网然后官网也开始更新了我觉得这一整个就是带动了三个不同的平台让观众能够自由的 或者去就是就是三个都是有联系的都是有关联的对然后当然还有推推特上面对吧这总共现在已经用了四个平台对在同一天上面然后我们就在这四个平台上面跑来跑去当然twitch就是所有事情的开端然后推着呢发布的就是那些影片啊然后发布的那些消息然后discord开始燃烧因为discord就是我们的商店对然后呢网站的更新我觉得这一整件事情呢就都是非常规划的非常非常非常而且万无一时而且对对对对对对 很多事情都没发现很有效率要很流畅的去让我们去体验完整个这个过程对对对所以10kdf呢基本上至今为止现在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是一个不管跟the other side有没有任何关联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投入的一个项目对但不是投资建议对不是投资建议当然不是投资建议但就是说你在这里面所所感受到的一些事情啊然后都是你在其他项目里面就是完全对不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对然后10kdf呢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后面 会去期待什么呢当然就是期待他level2的一些对啊对level2的token和level2的一些materialtools对对对对对所以tools是说有level2然后是可以upgrade可以升级的然后具体怎么样的没说当然然后ntd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有一个点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当时在当时在影片快结束的时候然后他们给给大家看的这个片 pdf里面3d的3d的file然后就是wavingsan我觉得the battle for newtoken它是个hint对吧对我觉得这是故意放在那里然后就是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让大家去多想吧以后能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我觉得avatar不管是pfp这种东西都是有可能发生的然后也是非常期待整个4月之后的发展还有就是5-6月a-plus那些东西对反正一直到 然后就是对这个项目特别特别喜欢耶我们反正会持续的跟大家去更新任何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更深入的一个解析对好那今天这一期呢对于10kdl基本上就这样子然后如果真的想要去看10kdl一些更新啊就是说我们之前没有讲到就是tools我们不是说staking已经开始了吗所以大家如果想去craft白色的东西呢就是可以可以直接craft对就是不需要你你是你是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工具的对然后还有呃 我们已经在discord里面教大家怎么用那些preview的对让大家能够看到哦你这个pfp可以印出什么东西对对这个东西我们已经交给大家了然后如果大家还想问的话呢当然就是进到discord然后我们不懂然后我们也会就是其实我都pin在上面跟大家讲了呃10kdl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吗我可能差不多了其实对那我们其实moneless其实也没什么可讲对没什么东西可以讲就是给大家看一下moneless开箱了然后开出了什么东西 啊开箱啊开箱当你开出的最原本的moneless之后呢呃第一个东西你会拿到就是这个nike dunkgenesiscrypto kicks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白色的鞋子其实我觉得跟10kdl那个很像就是一个白色的鞋子对然后你可以把东西印上去那那artefact让你印什么呢印的就是这个vile然后这个vile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呃特征然后就像有murakami啊有undate就跟你的clonex一样有不同的特征然后就是不同的品种但不是说 你但不是说他这个他这个东西不是说根据你的原本对他是一个随机的开箱对随机的开箱其实还挺好的对非常好的非常好的然后然后当然又开出了一个新的小箱子就也叫moneless这个就有点无限套娃的感觉这个箱子里面又可以套出一个箱子又可以套出一个箱子对nonstop的我是自己非常后悔我卖掉我的但是大聪明这里还有他的所以之后他开箱的话呢我们也会直播对我们应该如果开箱的话跟我们几个朋友一起一起开箱对 然后给大家可以在discord上做个直播吧对所以现在呢moneless就是开出了这三个东西啊呃持有moneless的小的朋友呢就是恭喜你们又我觉得这又赚了一波对其实而且就算你大家可以看看就算我们现在把那个东西开箱之后他加起来也是不损失的不损失的一共三个东西嘛他现在总共加起来也是不review了是9块9然后加上那些就算你开完箱每个以floor的加起来也是差不多这个价钱678对没有什么区别对差不多所以 artifact呢我们也是非常的看好然后clonex也是看好的当然artifact后续的东西呢可能会focus在他的鞋子呢跟他这个新的这个moneless上面对有可能就是他整个衣服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对的然后clonex呢就是行吧我也是看好了我当然是看好clonex而且马上他五月份会有那个一个在纽约的那个Murakami的那个展在纽约然后我们也会找时间去的然后如果 有做什么vlog录像的话再把它发出来吧当然我们两个不大常做这种事情对然后今天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对确实是差不多了对好我们现在就是最期待就是他那个Yuga的D什么时候对the other side的Yuga他的discord已经出来了然后当然大家想团Ape的可以去团Ape虽然Ape现在有点高我也不是很建议大家去追考 然后之后不要去买那些rumors我觉得就如果大家是为了什么地去买去买mibus去买toads就是为了一个whitelist我觉得这种信息不是很靠谱对因为这些现在都是猜想嘛我们还是就是谨慎为主吧对然后对今天大概就这样好那就这样拜拜拜拜 跟周团之前我们下期见 跟周团之前不是很重要的吗 然后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前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